作为百味之首 食盐除了调味还有哪些神奇的功效 海盐 井盐 胡盐 不同来源的食盐 孕育出那些风味刻意的地方美食 开采了千年的古盐池里 还能寻找到价值连城的盐所足吗 奇地出奇盐 多边中国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2009年中国食盐年产量达到了6600万吨 越居世界第一位 随后第九届世界盐业大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的主题是盐生命之源 盐对于健康生活的影响再次成为了关注的话题 俗话说穿进绫罗不如棉 吃进百味还得盐 盐不单单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也是维持人体机能的重要物质 食盐的好坏也直接关系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带您去几个有着千年历史 至今还在用古法制盐的古盐厂 比如说像海南单州的海盐 四川自贡的井盐 还有青海查卡盐湖里生长了万年的胡盐 在这些地方还流传着很多当地人用盐来治病养生的秘方 并且衍生出了一系列与盐相关的地方美食 在海南省杨浦半岛一片广阔的沙滩上 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石草 兴落起步难以竖几 这些形色艳态的石草层层叠叠 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这绵延数百亩的海滩上 石草大部分根植在泥土里 只露出平整的一面 周边都有不规则的浅槽 草内光滑平整 许多石草像锅一样被支撑起来 一层一层整齐的排列 这片奇迹的形成和来历像一个谜团 吸引着众多陌生人的脚步 紧挨着这片石草 坐落着一个用石头建造起来的村庄 村子里几个经营特色农家菜的饭馆生意红火 有一道菜是来这里的游客必点的 据说这道菜就与海边那片神秘的石草有关 这边的游人要是来了的话也都愿意尝尝 都有意义 而且有些吃了还要打扒回去 在当地颇有名气的这道菜就是盐鱼鸡 这个做盐鸡鸡的主要就是鸡和盐是吧 对对 这其实接着我们的老盐 再接着我们的肺料 自己肺肌的 盐鸡鸡在当地是一种传统菜是吧 是 主要就是这里的土产 自己寄的盐来做 所以算是这里的特产吧 当地人都知道 要想盐鸡鸡做的好吃 就一定要用本地的一种老盐 而这种盐就出自海边的那片神秘的石草 原来 杨浦半岛沿岸广泛分布着一百万年前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火山盐 这些在海边平缓地带自然冷却的火山盐 呈现出大小不一表面平整的不规则的原型 由于火山盐冷却过程中 在潮汽的作用下形成许多天然的凹槽 每天早晨 海水冲进港湾的这些石头上 退潮后 富含盐分的海水被留在了这些天然凹槽里 经过烈日的制晒和海风的干燥 傍晚时分 一层薄薄的盐 就洁净在了这些行入艳态的石草上 这种现象被当地的离祖人称为海石挂霜 当地村民告诉我们 1200年前 他们的祖先潭氏兄弟 正是发现了这个规律后 开始利用这些天然石草 晒至海盐 靠晒盐 麦盐为胜 潭氏家族凭借着独特的制炎工艺 一代代繁衍生息 不久 随着族内人口的逐渐增加 仅依靠海边天然形成的石草 已经无法养活族人 盐工们便开始凿石造盐草 随着家族的繁荣 这片盐田的规模越来越壮观 当地人就把谈价人聚聚的村子 叫做盐田村 在当地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 丹州盐田朝水西前 每年的六月到十月 在天气晴朗光照强烈的日子里 盐田村的村民能够在一天内 完成整个制炎流程 傍晚是村民们最兴奋的时刻 卤水在经过了一天烈日的暴晒后 全部结晶成雪白的海盐 人们在石草上刮着雪白的盐 收获着大自然馈赠的财富 如今这种低产量的传统制炎工艺 已经难以维持村民的生计 再加上这种古法晒盐无法加点 因此这里产的盐已经不能作为食用盐 在市场上交易 昔日热闹的古盐田一度被冷落 不过几年来 盐田村的村民又从这片千年盐田中 发现了新的商机 因为盐田村采用的晒盐工艺 是在洁净的盐石上晾晒出海盐 因此这里出产的盐质地纯净 在老盐工的院子里 我们看到大的小小的口袋 不同的口袋里 装着不同年份的新盐老盐 老盐的价值比这个新盐的价值高 高多了 这边是三块形的金 老盐是四块形的金 的结局很高 那么老盐呢 可以做样 你肚脊痛了 把你那个 当地的厨师们也发现了 丹州老盐的面部 用老盐制作的盐焗鸡 也有一番方畏 用粗盐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这样的纯药 它纯的药量期间长一点 纸包的话它是 第一它酸的味道 它把盐的味道 它第一是酸要好 第二是把盐的味道 也存在鸡肉里面 不包的话 那个盐把裸住的话 它都咸了 把腌制好的鸡 用纸包裹起来 埋在已经炒热的盐里 两个小时以后 灶堂里的火力和锅里盐的热量 一起把鸡焖熟 这样做出来的鸡不仅肉质鲜嫩 而且鸡肉里还含有老盐的一种特殊味道 除了盐焖鸡 还有盐焖虾 盐焖蛋 一道道盐焖系列美食 不仅成了盐田村待客的佳品 也让千年古盐田 焕发出新的升级 在千里之外的盐多自贡 一大早 王光凯师傅 就挑着水桶去打水了 作为四川自贡盐帮菜的名师 王光凯一直坚持用井水做菜 他认为 用井水做出的盐帮菜 才有它特殊的味道 王光凯有好几道拿手菜 不过他说 先做一道我们熟悉的盐帮菜 几乎来他这里的客人都被点这道菜 这道似乎有些神秘的菜会是什么呢 四川仙市是一个因盐而兴的古镇 过去被称为是满眼揭白的地方 因为人们看到的除了白花花的盐 就是白花花的银子了 可见当时这个古镇有多么的富有 而伴随着自贡景盐一同发扬光大的呢 还有当地著名的盐帮菜 盐帮菜是以牛肉为主料 它有盐山菜和盐公菜之分 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 今天川菜当中的这道名菜 水煮牛肉 在当年啊 就是做给盐公吃的 是滴滴道道的盐公菜 其实在当年还有一道 和水煮牛肉齐名的盐公菜 由于制作工艺复杂 这道菜濒临失传 这究竟是怎样的菜肴呢 神秘的菜完工了 竟然是水煮牛肉 王光凯说 水煮牛肉就是自贡人发明的 它是一道地地道道的盐帮菜 当年曾是专为盐公做的 处于底层的盐公 竟然能吃上如此美味的佳肴 看见我们疑惑的样子 王光凯说 我们到盐井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自贡井岩生产 迄今已有两千年历史 至今仍在开采 因此自贡有世界井岩之多的美丽 自贡井岩厂这个制岩的工艺 跟我们的海岩湖岩 它的制岩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海岩它的生产 主要是靠晒 而我们自贡井岩厂制岩是采用过煮 就是利用井里面生产出来的天然气 来熬煮 从井里面提出来的卤水 大约八个小时 就能够生产出像这样白花花的石岩 自贡的盐井有一个独特之处 大多数盐井既产盐又产天然气 产出的天然气正好作为燃料用来煮盐 深海井开造于清朝道光元件 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 它的井深达一千零一点四二米 是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 像深海井这根西鲁铜 它大约是十一米 十一米长 一次性能够提捞卤水是一百一十斤 里面是空的 这下面安装有一个单向阀 然后下到井里 把井底的卤水提了上来 下面一个阀门 对 它把阀门顶开 好 这盆住的就是黑卤 颜色黑黑的 还带有一定的 就刺激的 臭鸡蛋的一种气味 它就是硫化氢气体的味道 井岩的生产 但跟水煮牛肉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是摸不着头脑 这个设备在咱们自贡研厂 把它叫做大车 大车 主要是用来提升吸路桶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脚盘车 一口眼睛 它就有这样一部大车 对 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大车 否则我们的吸路桶是无法运动 它最早的动力是采用的是人力 也就是用人来推动这个大车转动 像这样的大车 通常使用的是八到十个人左右 后来在清代改用油力了 像这样一个大车用油力以后 只需要四头牛了 在当时自贡研厂非常兴盛兴旺的时候 我们统计过大约有三万桶油左右 来带动我们的大车的转动 自贡 自贡由此成为当时中国生产用油密度最大的地方 而这新牛呢 它一般是就三五几个月或者是最多就是两年左右就要被淘汰 就不能够再劳动了 就要退役了 淘汰下来的牛被卖到菜股 甚至被用来抵付员工们的工钱 当时每天上市的牛肉达到上万斤 价格只有猪肉的三分之一 牛肉成为自贡最廉价的菜之一 水煮牛肉因此成为当时员工们最爱吃的一道菜 一桌盐帮菜在王师傅的精心烹制下摆上了桌面 今天我们这一桌的盐帮菜呢 它全是牛席 就是牛身上的每一个不同的部位 做成的精美的一道盐帮菜的一个宴席 当年这些菜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有钱的盐商吃的叫盐商菜 干苦力的盐工吃的就叫盐工菜 它这个是牛边 牛边中医说的理论是知音壮阳的 吃了对人体有药膳的作用 但是做工也很讲究 这个是做的一个花 切成的像巨花一样的比较美 精美 所以盐商吃的 而盐工菜悬料则以牛的内脏为主 这个是牛的百叶 这过去的它就属于盐工菜 因为过去的资本家和官商 是不吃这个牛的内脏的东西的 名头最大的盐工菜要属水煮牛肉了 其实在当年还有一道与水煮牛肉齐名的盐工菜 就是这道貌不惊人的火鞭子牛肉 由于制作工艺复杂 现在濒临失传 制作火鞭子牛肉 首先是选料特别讲究 还有我们制作工 我们一头牛 哪个部位的肉是做火鞭子牛肉的 这个部位 它的学名叫做子盖 我们制作工就把它叫做瓜瓜牛肉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肉的形状 就像长条形的南瓜 那么就是我们说像这头牛的话 将近两千斤重了 能够做火鞭子牛肉的这个取料的话 大概能够取到多少斤牛肉 最多十公斤 十公斤 选好牛肉 然后去掉筋膜 再用二十几味中草药和香料配置的卤药进行腌制 接下去的制造工序比较关键 就是把肉切成片 雷米师傅说 现在能够达到这样刀工的 在自贡不会超过十个人 在赞叹片肉师傅神奇刀工的同时 对这项绝活记忆的延续 我们也感到了深深的忧虑 牛肉切好后 然后要进行烘烤 牛肉大约要经过三个小时左右的烘烤 烘烤好的牛肉薄如蝉翼 红亮透明 这样看上去透明化 透明状 嗯 自贡盐业的繁荣 盐帮菜中的牛肉食品也越来越多 越做越有风味 在川菜中独树一帜 中国的食盐资源非常的丰富 按照它的来源可以分为海盐 井盐 胡盐和矿盐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里头 这个会变色的湖泊 就是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查卡盐湖 它呢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开采历史了 那儿出产的盐啊被称为是青盐 青盐不光实用价值高 而且它还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 明朝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曾经在《本草纲目》里提到 西海有盐池 缩产青盐 可明目消肿 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发现过 一粒盐 有车轮那么大 那是生长了上万年的盐根 价值连城 那像这样的盐根 在今天还能找得到吗 沿着湖面行进 水仅仅刚摸过了脚踝 但我们还是心惊胆战 脚下的结晶会不会像冰面一样随时立开 下面可是15米深饱和的盐水 只要呛上一口就可以致命 这里是盐湖的呼吸孔 只有从这里才能窥探到盐湖神奇的生命力 这个洞口真会有价值连城的盐祖宗吗 这些万年盐会像生物一样悄悄繁衍了 我们开始用最原始的方法探究 这是一个能够变色的湖泊 在昭辉西音不同季节 它有不同的颜色 它纵横近十公里 像一个绿色的翡翠 闪磨着珠宝的光芒 这就是查卡盐湖 这儿有个溶洞 这牙湖里这种溶洞就跟人的心脏一样 好像它在喘气 这个地方会不会很薄 它的旁边是很薄的 就走到这个位置上尽量不要往前 再往前的话就会掉下去 来咱们看一看这里面水有多深 一米多 一米七 那就是说这个湖的这个地方才这么浅吗 它底下有栽生盐 底下又有一层盐壳 有经验的师傅说 这些宝贝可能藏在小一些的坑里 到里面是吧 走咱们看看 太大了 不好取 大了反而不好取是吧 好 这个可以吗 这个 这个啥 像葡萄串一样 像葡萄串一样 这个可以对 这个好像比较金银 老盐是倒挂在盐壳上面的 所以要切下一块盐壳 这是一个技术货 用力小了凿不下来 凿得太宽又抬不出来 而且稍有不慎就会破碎 刚切下来的盐睛一刹那沉入了湖底 他们似乎在和我们捉迷藏 这块吧 这块小点 经过几番寻找 在另一处溶洞 我们终于又找到一块 我感觉是拖着这东西了 但是拗不起来 没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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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也还行 这块也相当不错了 有点黑 这块很规则 找气味 抽气弹味 对 盐泥在旁边很少 它就长得相当白 这个盐泥就比较多一点在它附近 它就有点发黑 是这样子 据说乾隆皇帝就偏好这种多年原生的大青眼 一辈子都用它调味以及漱口 有一次青海一带发生战事 青眼无法运到北京 太监就私下用别的盐替代 结果立刻就被乾隆发掘 雷霆大墓 险些被处以斩首 而今在日本 韩国 许多仪式仍被用到青眼 它象征着力量之源 按照大小员工确定 它是不超过十岁的眼睛 也许只是盐根上面的小根须 那么真正的主根会是什么样呢 据说六十年代曾经发现过一粒盐 有车轮那么大 那才是真正接近了上万年的盐根 现在这样的盐根还有吗 毕竟查卡盐湖从乾隆年规模性开发 到现在已经超过两百年 而古人也用我们这种方法采决上好的大青眼 这次我们把捞勺深入到了盐盖的下层 一个不大但很结实的盐筋出现了 这个盐筋上面的一颗盐粒就如一个拳头大小 在日常生活中是极为罕见的 不过盐工说这个也仅有三十多年 也许这仍然不是盐根的主干 但是我们决定点到为止 因为我们不想得罪那位守护盐根的女神 在查卡湖边有一个巨大的敖包 每年开春来自四面八方的蒙古族牧民 要在这里祭祀盐火女神 当地人认为盐根就是盐火女神的化身 因为一身盐装正是食盐纯洁而高贵的品质 如今传统的制盐方法已经被现代化的设备所取代 昔日繁忙附属的古盐厂作为盐都的辉煌也早已经逝去 但是盐文化却深深的渗透到了当地人的生活和精神当中 他们发展旅游创新美食 用一种新的方式传承着流传千年的盐文化 好了今天的走遍中国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